墨西哥政府聲言要搞清楚墨西哥國家石油公司的 墨西哥城總部發生的爆炸是遭受攻擊還是一次事故 這次爆炸已經造成至少33人死亡120多人受傷 墨西哥司法部長在星期五晚間說 政府決心找出真相無論是事故、獨職或是攻擊 星期五九早時後 該石油公司的總裁說爆炸似乎是一次的事故 但調查仍然在進行當中 星期四晚間發生的爆炸損毀了墨西哥國家石油公司 位於首都的超過50層的總部大樓 這是墨西哥最高的建築物之一 直升機、消防員和緊急技術人員迅速趕到現場進行救援